好 今天明天正盤首是一個畫面的 畫面有路對不對 沒有 我今天 我們今天是侍從了 侍從了 侍從的傾向 為了今天我今天一禮拜就是你的睡好 難怪今天有點浮腫 是不是就知道有點睡不太好 這底屁啦 真的 好好好 好像沒事了 本來就沒事啊 你在說什麼事 沒什麼事 哈哈哈哈 我剛剛想說到底要怎麼把你介紹出來 那時候就是講話題的物料都給人家 OK喔 不要亂講其實他不能講的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不能講 好了 今天就是為了你要算是體驗一個一日總編輯 不是剛編輯吧 算是就是人工的 就是我們的新光原理就是人工 他就是我們的姿態要先放你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要這樣 就是我們都會有很多幫忙 欸我看到 不要忘了你是主管 對 因為我現在是你的主管 所以就是你為了你的神器 所以我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之間就存在這種的 世仇的這個人 沒有沒有 因為我現在是 這樣子 為了這個配套 發了很不少 我說 為了讓我的智慧看展 是稍微高一點 而且你的指板蠻厚 哈哈哈哈 而且很大一場 OK 太累了我就先脫了 你根本就想進去 那新人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跟管理部報告 所以我們要先去找你的講管 管理部來論別 他這個是你本來就是 會不會有很多大名次來上節目 對 那如果說你平常在那邊 就要去大名次背上簽名 好 一定要夠紅才能簽 所以夠紅不能簽 對 那我要怎麼 怎麼友善的請他不要簽 就說 這個 這個是因為我們明信心 就是他要簽哪裡這樣講 就如果說 他有那個辦法 就是如果他真的是 不是很紅的 他硬要來簽嗎 你要簽對面那一塊 對面 對面那塊就是 只要一個人簽 我們隔天就會換上去 哈哈哈哈 那個 那個是我們暫時用的 OK 我們上課的很多就是 不好的 簽過名的垃圾 哈哈哈哈 然後有人會那個 你知道 想簽那一塊 哈哈哈哈 有 穿在床褲裡面不要丟掉 對 然後現在有可能 他可能又紅了 有可能 隨時會 哈哈哈哈 那我們是怎麼去把你錄報道 好 我們走吧 好 那這次過程中 我先來分享一下這個直播 因為今天就是 蠻多人想要看這個直播 哈哈哈哈 好好 我們現在是 因為是新的員工 所以我們不能太吵 那管理部的話 我們就是要先去跟我們的主管報道 好 那我們準備走進去 你問一下他跟誰報道 我是新來的 要跟誰報道 這邊這邊這邊 喔這邊這邊 他怎麼樣 管理部的那個主管 呃 怎麼稱呼 畢姓林 林主管你好 對 因為他平常也去當老師 所以林老師就這樣 哈哈哈哈 他有在教大家一些主管 我如果本名我也不能當老師 因為我會叫更林老師 更林老師 更林老師 對 好 這是你的 全能員工的員工證 好的 對 請關在身上 好 因為你最慘所以沒有認識你 是 這張卡在人在 卡網五百塊 才五百塊 哇 才五百塊 五百塊是慘 很多 所以其他的五百塊是一天的 便當 三餐 他是一餐的便當 哈哈哈哈 其他的不一定 主管也蠻會的 有沒有什麼公司的規定 就是要稍微跟他提醒一下 呃 沒有薪資 蛤 對 做白工 我當美國總統也不錯 okok 那句全聯老闆說的就是 好好工作 讓我按照你的表現 是 加油 好 那如果在工作上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的話 應該要做 不愉快 有人事調節委員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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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什麼處理 通常是遇到姓燒老師 哈哈哈哈哈哈 對 但我們希望這次短短一個小時 不要做這種事情 不要做這種事情 對 還有因為法院的前瞻性判例下來了 所以不在上班時間殺人 哦 不然老闆要不連帶來 上班時間不要殺人 就是上班時間過後 不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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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情我完全不得了 真的嗎 你可以Google一下 好 好 那我們要先去打卡 好 拜拜 我們準備要往前走 因為我們是有幫你準備一個 欸我們看他這個員工證是 真的是我們幫他特製的 在這邊 好 上面是有寫他的名字 而且還有照片 欸 這是誰啊 就是你本人 好 好我們走慢一點 我們的卡裝在這邊 因為我們每天來上班 那些人就是要打卡 好 然後呢 很特別的是因為我們 就是為了防止別人偷幫他打卡 那你一刷上面 會出現你的本名 哦 連你也有 真的 可以說成功 欸真的有欸 在這裡 上面就是寫炎養的 而且他還寫合法卡 對 因為有些人會拿假的卡 因為通常我們的上班 到底是有多少人想來寫 再刷一次 再刷一次 有 有啦 合法卡 合法卡 那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上班時間是整點 那你現在就有點少遲到 反正我沒心思 哈哈哈哈 我沒心思 那我們現在已經上班完之後 就是我們要正式來開始工作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準備去進入 我們的娛樂中生的辦公室 老實說有點緊張 對 因為其實我們的 很正經又沒環境 對 其實我現在也蠻緊張的 其實緊張我怎麼管 你怎麼管欸 好 我不忙 不忙 因為我們只要先上班公室 然後辦公室裡面 就會有各式各樣的功能 可能會有那種社區 那種粉絲團的經營的人 然後也有寫文章的人 然後也有情緒 所以 所以 國人嗎 這些都是 不同部門的同事 OK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準備上班 好 你會緊張嗎 來到我們星光明 蠻緊張的 但他蠻嚴肅的 你平常是有在看星光明的新聞嗎 你會不會點擊最高 沒辦法 必須看 好 我們先上班 好 我們帶了一個新同事來跟大家報道了 好 大家先跟大家講 謝謝 我今天聽人工 我姓吳 口天吳 常見音樂跟雨靈靈 陳柏靈靈靈 陳柏靈靈 對對對 然後多多指教 但我會請大家 就是 我會幫大家訂便當 所以大家 先想要吃什麼 你怎麼知道要幫大家訂便當 因為 我以前在華言的時候也是這樣 哦 好 那因為我們剛剛要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剛剛介紹過 因為我們有一個大聲工 就是海上就是一個意思意思 然後因為星來同事 我們對星同事會有很多好奇 所以會有人可能會有一些提問 哈哈 那這個要怎麼開呢 這不是你 喂 有了有了 等一下跟大家介紹一下你是誰 哈囉 各位 這個是什麼部門 星光明的娛樂中心 星光明娛樂中心的同事們大家好 我是今天星來的員工 我叫更林 口天舞 長更月的更 陳柏林的林 請大家多指教 我是文化新聞系 藝業 有人說你長得像什麼明星嗎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一次也還好 大家有問題想要問星同事嗎 有 誰 有人有問題 你的偶像是誰 我的偶像 我的偶像 呃 關韶文 他是一個新的網紅 新的網紅 他是誰啊 他最近跟一個藝人吵架 很多人吵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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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誰 我也不知道 好像是什麼學家之類的 好熱喔 好 那就是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要問嗎 小明又叫什麼 小明喔 小明喔 呃 演言或是倫倫 還是叫做阿布 阿布也可以 零零 阿布好像可愛一點 還是零零 阿布最近也沒有在螢幕上嗎 哈哈哈哈 有啦 那邊好像也跟你講得蠻像的人 喔 不認識不認識 不認識不認識 叫你什麼 你先決定 都可以了 大家開心就好 好 大家就叫你阿布好了 叫我餵也可以 好 我們就叫你阿布好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因為 我們每天差不多這個時間是要吃晚餐 嗯 這麼醜 因為晚上可能會有很忙的事情 因為有些藝人可能會在晚上講些新聞 大家會突然忙起來 哈哈哈哈 誰啊 不是 我不認識 你不認識 我不認識 所以會有同時 會有兩家公司的人很忙 對 有的時候會 好 那我們現在來選晚餐要吃什麼 好 那我們的菜單在哪裡 那邊那邊 主管聽說你有做了一本菜單 對 主管做的菜單 這主管今天好熱 好 那因為就是 這附近會有一些不同的餐點 我們就點這家好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希望在節目之前 結束前他會收到 這個理由OK嗎 這個理由也太 好 那我們要PO在 這裡啦 這個你們私人的群組 沒有沒有 就是他個人的臉書 我來看一下 那你先跟大家講個話好了 嗨 好好來來來來 今天要點的是這個 對 今天要點的是雞肉飯 健安在昆陽 昆陽今天在哪裡 他要拍個照 好 可以 對對對 你不要急 不要急 你回來 好 好 現在就是那個 心童是要幫大家點晚餐 然後呢 在座的各位就是 等一下要馬上上去點餐這樣 這廠牌有贊助嗎 沒有 我們就隨便點一家 所以我們就是盡量不要拍到他的頭 沒關係 可以可以 但是你這個是只會有你看到 好 OK 那因為通常我們工作非常的繁忙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 點餐的時間不要太久 所以就是會跟大家提醒一下說 三分鐘之內就是要完成點餐這個動作 請 在 現在網友有什麼留言嗎 其實剛剛我沒有看到 看有多少人在跟我們一起收看這個直播 阿富晚餐愛吃什麼東西 呃 晚餐吃比較少欸 因為我其實前陣子放假的時候有胖到70 哇 對 那現在呢 現在已經 瘦壞了 對 因為我健身比較容易瘦 而且今天穿這個衣服也算是 我覺得很熱啊 欸 你看你後面啦 怎麼樣 就是他這個都可以動欸 哈哈 他得了 家裡比較那個 等一下窮一點 我要來工作 今天又沒有欣賞 哈哈哈哈 好好 欸 因為 雖然說現實 等一下要 等一下 三分鐘之內點餐 嗯 我覺得就是 要不要加表情符號啊 我覺得不用欸 哈哈哈哈 這樣比較親切啊 你有在乎親切嗎 有啊 哈哈哈哈 好好好 OK啊 OK啊 好 加個笑臉好了 撕牙裂嘴的笑 好 我們PO出去 發布 好 你要跟大家講 好 跟大家提醒一下 三分鐘 欸 大家開點餐囉 哈哈哈哈 開始點餐囉 對 那個 健身雞肉飯 好 三分鐘到我們 買三百才會外送 買三百才會外送 所以大家如果點太少 我們會要換一家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盡量 加強超過三百 太少的話我 我就貼就好了 三百很容易啦 哈哈 三百不吃了 對啊 我就吃三百了 還好吧 真的也是 好 那我們現在就 帶大家來點餐 然後等一下要跟大家收錢 好 這一家 林恩上有加入直播是不是 林恩喔 好 我就沒看到林恩了 林恩上次來這邊的時候 人數非常的多 恩恩 我們十五號見喔 十五號什麼活動 我們私底下約餐 那你講出來幹嘛 沒事 因為一定會有人開直播 喔 你說到時候 對 好 好 那現在大家點餐完了嗎 還沒有 還沒有 跟我們沒有人留言啦 好慢喔 他們很忙 你不要一直那個 嗯 有網友正家話說 要把亞倫定走 喔 他的晚餐想要吃亞倫 是不是 大家點的蠻好 可是走到步沒有亞倫 他們好貼心喔 還幫我算錢耶 我數學最差 我們都會這樣 真的假的 因為就是有時候點餐會有點麻煩 大家快點時間有限喔 不要吹啦 我們在流程很多 流程印到兩頁 我也覺得蠻傻眼的 然後他說怎麼那麼忙啊 因為我不好相處啊 要讓我一直忙 不要有任何多餘的時間讓我們聊天 對對對 等一下等一下怎麼算錢 這個怎麼按 好 為了加快速度 我們現在就是 你點完餐的人 就把錢拿來好不好 大家快點把錢拿出來 我們沒有時間了 哈哈 因為我們還要打電話 你知道嗎 那個 好 大家快點把錢拿出來 可是我們要零錢 對 還有一個困難 就是我們要盡量找大家零錢 好 大家快點把錢拿出來 我們沒有時間了 通常他付完錢就幫他按個讚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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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你可能用不出他們帳號 就叫他自己按好了 我得六十五十四 哈哈哈哈 鄭小姐 鄭小姐 這是哪一個哪一個 H1P 這上面第一個 喔 我看到了 KID加入直播了 KID有加入直播 哈囉 你油漆給他弄掉了沒有啊 哈哈 好 盧消息盧消息 好久以前了 我的一百三 我跟那個NICO一起付 對 我等一下 好 剛剛我的 對不起喔 我是 這個 NICO物 對 還有一個 然後這個這個 倒數第三個 我會不會這個第三個 好 接下來還有誰要付錢 大家快點付錢 我的剛剛好 剛剛好 劉 劉的 劉佳欣 對 你今天佳欣了沒 我也剛好 好 好 你是認識的嗎 Amanda 你居然把他本名講出來了 是不是 是不是 OK 你就是那個沒有錢 錢的人那個 怎麼會這樣 本來還要幫他帥 不好意思 因為他是下一個影音的主管 是要對他有禮貌的 哈哈哈哈 你錢可以拿回去我派付 哈哈哈哈 好 下一個下一個 快點快點 我剛好 這個是我 我 我這175 早30塊 欸我看到他的私人頁面 這個 然後他要早30塊 這這個 YU的多 來 謝謝 我的 75塊 要早25 好現在就是我們在訂晚餐 訂晚餐的通常就是 我們要跟大家收錢 我們會盡快在10分鐘 這邊把錢收完 因為就是晚上也是會有 非常多的新聞要處理 然後呢 等一下就是我們還要打電話訂便當 然後打電話訂便當 希望在6點之前呢 他可以把便當送過來 只能說呢 就是 有些人平常就是忙著唱歌啊 跳啊 每天要第幾便當來還是蠻慢的 有 好 大家快點 星同士動作比較慢 你們原諒他一下 妹 我來就好 你不用 你這樣 謝謝 欸那看到目前 15 看到目前你有沒有覺得哪一個人的 最上面 你有沒有覺得哪一個人的那個 臉書大頭貼跟本人差很多 這也太壞了吧 我覺得 我們試著講一個出來 試著講一個 15 35 還有人沒付錢嗎 我們 他說雪鳳姐來 喔雪鳳姐加入了是不是 雪鳳姐你也要訂便當嗎 林恩說這是一個高人訂便當的節目 不 總比林恩上出來叫他怎麼 五一彎彎 喔他那個很好看 下次林恩那個 而且他說什麼 雞年新大運 他就是很會身影 對他很會 而且他的身影不敵體 對 他是不驚 然後我們旁邊的人就 舒麻這樣子 好 預備 開始 祝大家 祝大家 七年 雞雞叫 哈哈 哈哈 這什麼奇怪的節目 哈哈 那 大家都付過錢了嗎 欸 許一群 他不定 我pass 好謝謝 那我回他說謝謝你 哈哈哈哈 好有禮貌喔 我其實本來是這麼有禮貌的人 通常都是啦 就有些觀眾 欸 關曉文熱貌 哈哈 關曉文是誰 主管 主管 多久沒有訂便當了 我沒有訂過便當 他這邊有電話嗎 你把他卡掉 你可能要翻到日本來 好險這樣 他第一次幫大家訂便當 他第一次幫大家訂便當 就獻給星光零 我只有訂過賢豬雞而已 好 先按零就可以打出去了 2 7 7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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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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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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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十個 十 十 對 然後 油豆腐兩個 那個 鱈魚 鱈魚丸湯 四個 嘴邊肉湯兩個 燙青菜兩個 鋼板條一個 雞肉便當 三個 乾鱈魚丸麵一個 對 一個 然後赤鴨米一個 就這樣 大家如果看直播沒事的話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這個直播 因為今天是雅倫就是人生首度幫大家訂便當 就是按左下角的分享好不好 你就可以分享給你的同事們看 我們今天的任務呢他已經完成了第一項 第一項就是呢訂便當把同事餵飽 OK完成了 對沒錯 主管認證好不好 謝謝你 OK 拜拜 我們今天有 好緊張我怕人家沒東西吃 要算一下錢 錢應該對啦對不對 他有跟你說總共多少錢嗎 沒關係啦 就先這樣啦 把剩下的 插合你自己貼啦 我們還有下一站 等一下我可以算 喔你數學好是不是 好現在如果你在看直播你一定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就一樣幫大家訂完便當之後他現在在算錢 那因為他在他人生第一次幫大家訂便當 就先給了新光源的同事 所以呢你們快點幫我們按左下角分享 三百 三百 四百 五百 六百 七百 八百 九百 一千一百 七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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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